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SUM里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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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POP 小吴 好POP今天來說說 什麼說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台 日本三大豪華品牌 INFINITY 這台QX50比較新款的 它結合了利與美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它的整個水箱護罩 非常的霸氣 它是採用雙公式的水箱護罩 再來我們看到它的引擎蓋沒有 這是雙折線的甲頓式引擎蓋 我們可以從各個角度看起來 它很像一個貝殼 很大的一個貝殼 整個流線非常的好看 那這一台QX50它是以跑格的整體去設計的 讓這整台車除了它是家庭自動車以外 你也可以擁有這種動感 熱血 有跑格的這種修理車 這台車的潘小姐真的非常的推薦 那這一台它是2019年的車子 QX50它是風扇版的 它搭載了非常多的主備用安全配備 我們待會來一探究竟吧 Let's go 首先我們把畫面帶在輪框上面 輪框它這個是有升級 這個最頂級旗艦四輪傳動的輪框 它的整個削切面非常的好看 來我們再把畫面帶過來 這個是 兩邊的門都有這個摸門解鎖 來 進去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整個的車室 車內空間的這個氣氛 好 那我們來上車來講解 首先上車之前我們看到這個整個門的內飾板 因為它非常的頂級豪華 它整個的採用軟塑膠跟皮革還有這個銀色的這種 有一點一點這個現場來看實車真的很漂亮 這邊也是採用皮革的 好那我把畫面帶過來 這邊有控制的一些燈還有一些按鈕電動尾門 車系碰撞的東西 來畫面帶來這邊 這個里程我們看一下 40,261非常的少 然後我們再往上看 這個原廠的保養紀錄 所以我們這個車子買回去 你不用擔心說它的車礦如何如何 這個絕對是車礦的保證 那畫面帶過來這邊有 ICC的全速翼跟車的這個模組控制在這邊 旁邊又有引鈴 那全車配置相當多的這個安全氣囊 它在美國的IH上面也是最高評分的安全 好 那我們待會來看看整個的車室空間吧 那我們進到這個車室空間 我們可以看到它整個的中控啊 整個內裝的這個鋪陳 非常的有質感 首先 這個整個的 大的這個平面 平整性很好 上面可以放一些東西 它上面都是用皮革去做包覆的 還有這個車縫線 這邊也是皮革 那再加上剛剛我們前面有介紹到的 這個銀色的這個飾板 它上面有一些顆粒狀 它是一體成型 它是呈現一個 摸字型 從這個地方延伸到整個 正副駕駛座 很漂亮 那這車邊旁邊也是整個皮革的 那整體上 我們以日本的豪華的品牌來講 Lancers跟Infinity來說的話 Infinity它確實在 車室的整個的氣氛上 讓你比較更豪華一點 讓你真的是在開豪華的這種 轎車的一個品牌 OK好 那我們看到它整個控制面板 它分的是上下 上面是主要 下面是輔助 就是有一些功能啊 上面可以去做操作 像一些駕駛輔助啦 這邊去做一些控制的 好再來就是 空調從這邊去做控制 好這邊是一些控制面板 主畫面在這邊 那它的有配置這個導航啊 影音 它的功能性非常多 到時候來現場 胖友也在教各位去做 去做操作啊 來玩一下 也有蠻多的功能 來 那我們再看過來這裡 這邊的前車主有裝這個行車記錄器 然後我們現在打開來這樣 它這種是有點像蓮子式的這種 很有質感 OK好 那這邊有自排的這個功能 是蠻可愛的 看小小的很好操控 它這是線傳式的齁 它不是說像機械式的結構 然後這個電子手上的車 可以調整行車模式 這邊的話是控制你的整個 是面板的這個控制面 OK好 那我們待會來看看整個 後面空間如何吧 在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先可以看一下 整個的車子的流線 這銀色的這個四條 一直拉過來到這邊 再彎下來呈現這個 有點像魚鰭的這種 樣子 這整個很溜背 這種很苦沛的這種感覺 這很跑格 這流線型真的 胖友也真的很非常推薦這台車子 打開門來看一下 前面調整了胖老爹的坐姿之後 來我們坐一下後面 空間頭部空間很夠 前頭空間還有一個拳頭關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座椅 可以前後滑衣 很不錯 可以調整 調整前後滑衣 就是可以增加你後面的載物空間 OK 那我們坐過來看一下這邊 後面有出風口 它這個是有恆溫的 可以調整溫度 還有這個 手機充電口跟12V的充電口 等於說這台車的冷氣的配置是三區恆溫 正副駕駛座跟後座 溫度可以分別去做調整 再來整個座椅表現 維持很好 它是這種通風的這種有孔洞的這種透氣皮革椅子還不錯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車廂空間 來到這個車屁股 我們看到它這個整個的屁股 很肥很圓潤很好看 這就是休旅車該有的這個樣子 來電動尾門 這樣方便 來我們剛才的畫面 在座椅還沒有傾倒之前 它的車的後車廂空間給的相當的 而且它的高度 不會說太高 也是很平整的 長輩或是太太要放東西很好放 不用說這樣拿起來放 因為它是很平整式的 好 那這兩邊呢 有座椅快倒的功能 我們一拉 座椅又有快倒那邊也有 來 這邊這個捲物連我們可以把它拆掉 來我們看一下整個的車廂空間 這個平整性也是非常的好 有些休旅車啊 它在座椅倒放之後啊 它的平整性就沒有這麼的好 像這種就是 很平整性的 就非常適合你去買東西啊 IKEA買一些小家具來放 好來我們去從旁邊看看吧 Let's go 黑色的車子 配上這種跑格的這種 流線的車真的很好看 整個的漆面都保持的很好 沒有什麼磕磕碰碰的 不錯 兩邊的座椅啊 副駕駛座它也是採用電動座椅 兩邊都是電動座椅 它的副駕駛座的門內飾板啊 每一個地方都維持的相當的好 畢竟里程也不會很多 來我們來加強它的動力引擎 來我們打開引擎 引擎它有採用了這個輕量化的設計 再來 兩邊頂擋 油壓頂擋讓你在開引擎試的都比較方便 OK 那整台車都是原版件的 都沒有任何的事故泡水 來現場啊都有專業的鑑定報告 提供 各位朋友來做參考 鑑別 OK 這具引擎啊 非常的不得了 這是全球首具 量產的 VC Turbo 超極致 的引擎 什麼叫超極致 它可以提供非常大的一個節能 也可以提供非常大的一個效能 它的馬力非常的大 兩百八十幾匹 扭力有三十八公斤米 接近它的整個動力 低近於它之前的引擎 3.5的自然進氣引擎 這具是2.0的喔 所以在稅金上 非常的省 那有沒有看到這邊喔 前車主還有換這個 高強度的這個渦輪管 所以我們買回去啊 很多東西都不用換了喔 這邊也換了高強度的渦輪管 都很棒 所以我們買回去不用擔心 它的渦輪管會爆炸 OK 那龐老爺跟大家總結一下這台很漂亮的 Q X50 這是2019年的 QX50 風扇版 那它的里程呢 只跑了4萬 一手車都是原版件 原廠保養 很漂亮 主被動安全全部都有 全速域跟車 你想要的 都有 就是一台非常棒的一個跑格型的 休旅車 兼顧家庭 兼顧熱血爸爸想要的這個性能 它新車落地 將近210萬 那我們現在只要賣一個非常 好入手的一價格 只要 139萬 8萬而已 就可以輕鬆把這一台 200多萬的 日本豪華 這種叫跑格的休旅車 把它帶回家 這台車真的很漂亮 之前有一台車很快就賣掉了 所以一幕面前呢 你想要找一個 日本豪華品牌 妥戰率又高的車子 選Infinity絕對不會錯 OK 那喜歡我們這個影片呢 記得幫胖好爹按一個讚 訂閱加分享出去 讓更多的朋友看到我們的車子 那你也可以 把掌握到一手好消息的車子 我是胖老爹 我期待與你在首付汽車相會 買車找胖老爹 我是你最安心的購車達人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實在就是 SUM